大陆最近出现了一个网络用语 叫做整容型演技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演技好到 让人忘记了演员本身的颜值 这个名词被惯用在赵又廷的身上 因为他主演的古装剧 演一个九重天上的天君长孙太子 定装之后一出现的时候 大家觉得丑 觉得他不太适合古装的造型 还有人说像巫婆一样 可是真正播出之后 大家被他的演技深情的形象迷住了 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 赵婷自己其实不太习惯 这种造型 他还搞笑分享说 五万零三百年的长髮 到底该怎么护理呢 这也颠覆了他过去的这一种 非常精明干练短髮的形象 因为以前演警察 中案组原警 在痞子英雄里面的那个角色 大家都记忆非常的深 第一次演戏拿到了金钟影帝之后 现在看到他在大荧幕的作品受欢迎 同时也进到大陆继续的抢工市场 在大陆他接下的这一部 古装连续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是网络小说 唐七公子改编的IP剧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什么叫IP剧 而这部片呢 男女主角有三生三世的爱恨纠葛 因为30号播出之后 网络的话题量 已经超过了十多亿 观众朋友蛮喜欢这一出先练故事的 以前说赵又廷拯救了世界 取到了高原原 现在说法可反过来了 赵又廷和杨幂主演的古装剧 在大陆讨论度超高 民众被虐心剧情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随着戏剧的好口碑 赵又廷的人气也因此暴涨 还被冠上整容机演技的封号 他可曾忘记过什么 只是那几年他睡着了 发生很多事情 什么叫做整容机演技 这得从这部戏开播前的 这张照片说起 长发飘逸 配上全黑的披风造型 赵又廷在戏里的角色设定为 四海八荒的第一美男子 只是这几张钉状照一曝光 被网友吐槽 根本是女鬼 一点都不帅 直到戏剧播出后 我一定会和你成绩 赵又廷营造出 深情形象 让观众对他的印象大加分 因此称赞他是整容机演技 也就是演技好到可以忽略颜值 其实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霍建华身上 两年前的花千古 一度不被看好 能传达白子化的仙气 直到戏剧播出后 大家却被霍建华迷得团团转 整容机演技这五个字的形容词 开始在电视圈盛行 也成为演员之间 最想拥有的封号 你别信我正好报道